作家最近发现有好多本亚马逊书店所贩售的新书是AI生成 但是却打了作家自己的名字用来赚钱 金融时报报道 谷歌正在和环球唱片协商 能不能授权取得歌手的声音和旋律 让粉丝付费之后 按照自己想要的风格 用AI来生成歌曲 AI生成的盗版一律越来越大 路透社报道 迪士尼已经成立研究小组 想借由AI降低成本 米勞说米奇也要AI化了吗 根据路透 华德迪士尼已经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专门用来研究AI应用 包括控制昂贵的影视制作成本 例如印第安娜琼斯命运轮盘这样的大片 制作预算就高达了3亿美元 另外还能把AI用在主题乐园 能创造全新和游客互动的体验 目前在迪士尼刊登的直缺中 有11个都跟AI和机器学习有关 像这样的老牌媒体公司 势必得和AI结合 否则将面临被超越的风险 不过此举等于和好莱坞的编剧和演员唱反调 因为AI正是双方争执的一大重点 就在美国编剧工会罢工 借满100天之际 迪士尼发布第二季财报 当中串流平台Disney Plus 不只订阅用户数下滑 且依旧没赚钱 让迪士尼借机宣布 要将无广告方案的价格 调整百分之二十七 就连实体面 美国内的主题乐园业绩也放缓 当中又以佛州最惨 迪士尼旗下的体育频道 ESPN选择跨出新的一步 他们选择和美国大型博彩公司PEN 达成协议 要推出线上运动彩券 进军博弈市场 消息一出 PEN股价飙涨超过9% 对ESPN来说 则能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以抵消传统电视的收视群下滑 只是该如何有效监管AI 目前还是未解的课题 美国作家最近发现 有多本打折自己名号的新书 在亚马逊的书店里陈列贩售 却不是自己所写 而是由AI生成的防茂品 这种深层式AI书籍 类别横跨 食谱 城市设计到原意等等 却有很多是错误资讯 而读者很难分辨 受威胁的还有音乐产业 内吉利亚这名制作人 用AI创作了一整张非洲节奏类型的专辑 共9首歌的词曲到歌手 通通由AI包办 整张专辑只花了三天完成 成本约500美元 而提到AI的威胁 这位音乐制作人有不同见解 他所使用的工具 就是由OpenAI研发的Chad GPT 然而OpenAI执行长阿特曼的野心 不止如此 由阿特曼共同创办 以扫描红膜来取得 数位ID的WorldCoin世界币 现在也炉获墨西哥民众的心 纷纷来到墨西哥市 这间咖啡厅扫描眼球 成为第一批拥有世界ID认证 这群民众担忧之余 更多的是兴奋 不但成了经济转型的一份子 还能免费换到加密货币 我订阅 还没有评讯 这是继续的项目 但在当时的计讯 莫西哥市只是其中一个据点 世界币积极扩张版图 目前已经将这独一无二的数位护照 推广到全球22国家 35座城市 The point of the iris biometrics is simply to confirm that you are human that you are alive and that you are unique AI狂潮来袭 人们更需要睁大双眼 神圣判断虚实与利弊得失 TVBS新闻中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